我们几次回来在这个车上休息了一下 看熟悉的阳光还没有落山 今天这个路面已经晒得比较干了 我们应该可以正常的出去了 待会上麻烦帮我看一下 你看这个路非常的近了 沿着这个 其实中间这个地方也都可以走了 都比较近了 待会我们就退出来 安全起见嘛 就沿着这个抽着硬走吧 然后开上去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好饿啊 今天就吃了一顿饭 出去到镇上吃饭去 能不能住还是一回事 能住 现在这里更惨 不会 来 对 不会 我就直接开出去了 你在隔壁站等我吧 隔壁站等你 应该是可以动了 这里又来了一辆车 好 别到了 别到了 不到到水坑里去了 这一辆车也开进去捡石头 本地的车 你小心点 沿着这个车骨录音出去 应该没问题 终于出来了 被困了两天 可以轻轻松松出来了 是吧 对啊 拜拜 吃饭去 前面那里的水坑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就从背上走 看好了 好 谢谢 最后一步现在在聊 没事 看好有这个车 哪里有车 没有 没什么车 看好 我的天呐 什么都遇到了 花盆 你看 那花盆 我们又可以开回到营地去了 是吧 是啊 又可以回去洗沙沙补给补给 我们是要 两天打鱼 三天晒网 又可以回去晒网了 吓死我了 不过这次还是有收获的 回去休闲休闲 看看去哪里吧 看到后面这里还是有好多汽水的 像那么大雨 跟一条河一样了 进这里就完了 拍到这个镇上了 找个停车位停下来 又可以去找个地方吃饭了 先吃饱吧 今天一天没怎么吃饭 就是今天吃上好的 哎呦 先把这两袋大垃圾丢了 出门两天 一天一袋 一天一袋垃圾 哎呦 在乌尔河地区还比较有意思 你看像对面是玉石一条街 玉石一条街 就是那一片是属于乌尔河区的 在马路对面 这边是属于137团的 两个地方是属于不同的一个地区 不同的地区 啊也是风格也是不一样 那边是玉石 然后这边主要是吃饭 哦 这里非常的热闹啊 好像很多水果还有玉米 对 赶紧吃完饭再买一下 对 好的 为什么这边热闹呢 因为这边是那个137团嘛 很多团场的这边人啊 是人气比较多一点 像乌尔河呢 一般玉石啊 石油啊 啊这个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他们本地人呢会少一些 没有这边人气旺 我们在这边都没有 没有怎么逛这边啊 没有逛这边的夜市啊 啊这边是夜市一条街吗 商业街啊 这里全是这个烧烤啊之类的 在这边震了一些 那边基本都是那个烧烤的 烧烤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我们还是 还是到这个乌尔河这边来吃吧 之前在这边吃了两次 这个这家的那个什么抓饭嘛 就特别好吃 他们家做的东西也蛮 还蛮不错的 就去这家吃吧 我们就在这边点了几个菜 点了这个烤羊排先上了 他这边烤羊排切的小块呢 还挺好的啊 你看他背这个蒜呢 这个蒜是烤过了吗 是 腌的腌的腌的 腊巴蒜 腊巴蒜是吧 腊巴蒜 辣的 是不是糖蒜了 我想吃每一颗看看 第一次这个这个羊排配这个蒜 第一次看他们羊排是这样分开分开小块的 哦 好吃啊 糖蒜 糖蒜 弄得好精致啊 对对对 看着这挺食欲的 这个蒜奶 今天好好的补一补 好好的吃一份啊 来你一尝 吃吧 尝一块 我就直接用蒜了 好 我也尝一口这个 不错 我觉得小块一点好 尝一下这个羊排烤的怎么样 他没有肥油 挺香的 那样辣不辣 那好 蘸一点好了 配上这个糖蒜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 嗯 你就是生蒜吃的要好吃一点感觉 生蒜吃完有味道 这个糖蒜吃完嘴巴没有味道 你确定没有味道 哈哈哈 让我看看有没有啊 怎么可能会没有味道的蒜 这里面这个肉也挺嫩的 嗯 就是那个糖蒜的味道 对 烤羊排我觉得好吃 还不错哈 还不错哈 三杯 三杯 哇 过瘾 点了一碗那个小份的面片 哇 看得挺不错啊 嗯 吃一点面 哇 好的青菜 我们家卖鱼现在也不得了啊 一口肉 一口蒜 可以啊 这个蒜好吃 辣巴蒜 辣巴蒜 哈哈哈 为你摘的 金珠者赤的 金木者飞 对我手上都上手的都 这羊排的肉啊 一下子就吃完了 感觉都是骨头 老学的没吃过也 要来几串烤肉 可能这里的烤肉哈 六块钱一串 还可以吧 挺大一串的 应该是最近这些天吃的比较便宜的烤肉了 六块钱 嗯 你外面烧烤店买 那摆盘的卖的还便宜哦 可以哦 挺嫩的 吃点青菜啊 荤售搭配 哈哈哈 吃了吃了 嗯 香啊 吃完饭 出来这边好都卖这种水果的 看一下 要不要买点什么 这边西瓜挺小的 我觉得你可以拿小一点的瓜 一个人可以吃了完啊 啊 这瓜怎么卖西瓜 西瓜一块 哪里的西瓜 本地的西瓜 这白蓝瓜吗 这么白 一个是珍珠瓜 珍珠瓜 一块二 来一个哦 这个这个呢 这个是十全市民 十全市民 嘿嘿嘿 甜瓜嘞 甜瓜 哈哈 名字倒也不错 哈哈哈 你要不要吃啊 不要吃 我要买个西瓜好了 你要买个西瓜 五块钱买了三个瓜 两西瓜 一个四圈十美甜瓜 这西瓜一块多选一个 好便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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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现在到西瓜的季节了 便宜了啊 嗯 走吧 走吧 走吧回营地吧 回营地去了 我们又回到营地里来了 来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这营地成了我们的家了 看一下今天车多不多 感觉没位置了一样 你去看一看嘛 没位置我就去新营地了 对没位置就去新营地了 反正你了呀 感觉像没有车位了一样 因为人特别的多 嗯 我得倒出去 我倒都倒不出来了 哎呀 这里也停了辆车 这位置 哎呀 早知道不进来了 嗯 早知道我倒出去了 应该人进来看一下好了 对 我也是人进来一下 好不容易掉了个头 这边营地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能是不是来了个车队 不然不可能一下子停满了 感觉来了个车队 哈哈哈 好吧我们去那个新营地看一下吧 这边都停满了 真的新营地去看看嘛 这边新营地里的还是挺近的 乌尔河博测房车露营公园 我们也进去看一下嘛 对吧 里面是挺大的 看着是挺大的 你要看测体温 啊这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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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龙股园对面那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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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 空龙股园对面 就那个一到医院对面那个那边 不是这么一个空龙股园 哦前面有前面还有个公园是吧 对空龙股园对面 哦这不是一路口啊 怎么 晚上不让进 晚上不让进啊 这里晚上不让进 那洗手满了 洗房车先不让进 已经不能现在已经不能给房车停在这边 这边不让进 什么时候开始的 前几天不让进 好几天了 他们里面的车都走了 难怪那边营地停的那么多 这边都不给停了 这样子的 这边才新开的 还没几天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给房车停了 跟这个门门也说 他好像也听不太懂 就说领导不让进了 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停 真奇怪 难怪 难怪以前这个营地就满了 那一个也是这两天的事情 对 那我们去的时候不是还好 现在那么晚了怎么办 回去看看有没有跟他们挤一个位置 先把水电补满 第二天我们再走 对 只能这样了 不然大晚上也不知道去哪里停了 我们要回到这个营地了 看看这边 好多都停的两辆车了 你看这一辆他们在充电也停不了 只有刚刚这边唯一一个位置 能挤一挤了 好多地方都是 看是只能两辆就停一起了 对 这样这里倒进去 我也要不要给你看到 看一下吧 因为我没地方停了 只有这边一个位置 人家没有摆桌椅在这里 所以没想先挤一挤吧 我们就在这里充一下电 补一下水 看看明天就走吧 都停满了 大晚上的 现在已经12点多了 我们车呢 已经冲上电了 冲上水了 水也加满了 哇 这边营地啊 果然呢 都是从那个露营 房车露营公园 好多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看来这边 现在就比较拥挤了 都是两个车停一个车位了 发现这个对大白石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看 车弄好以后 该睡睡 还登个小枕头 舒服的很啊 今天累了 蛮累了今天啊 人家躺在这里 嗯 目前这样子的话 营地太用挤的话 我们可能明天补给一下 看情况 要不要出发吧 我先示意一下再说 嗯 行 像我们像大白一样 先休息一下再说